曾几何时的超级女生 可谓是无数80后与90后的共同回忆 然而时过境迁 他们到底变成什么样了呢 第一位 何杰 何杰在参加超女时 曾四次击败张亮颖 人气比肩李雨春 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超女选手 可她却将最风光的那几年 全都用来结婚生子 一步一步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直到现在娱乐圈基本没了她的影子 第二位 张涵韵 2004年参加超级女生选秀时 还是个未成年的小姑娘 转眼间十余年过去 先29岁的她 演艺事业一再走上巅峰 虽算不上大红大紫 但在演艺界也算是小有名气 现在已年过30的她 不老的面容仿如少女 第三位 叶依倩 叶依倩作为05届的超女 歌唱条件也是不凡 不过出道没多久 就嫁给奥运冠军田亮 先后生了一儿一女 叶依倩的人生 完全就是唱得好不如嫁得好 第四位 张亮颖 张亮颖2005年超女的季军 多年打拼 以从选秀歌手晋升为天后级唱将 同时还创办了音乐公司 可以说事业成功的她 感情却没有那么幸运了 2016年 不顾母亲反对跟男友冯科举办婚礼 然而二人的婚姻仅维持不到一年便匆匆结束 第五位 王辈 王辈曾是2005年超级女生成都唱区第11名 与李宇春同组 没想到赛后接连失利的她 对自己的容貌产生怀疑 于是她不顾一切的 去做危险系数最高的整容手术 结果在手术时因为麻醉 出现意外丧命 第六位 尚文杰 尚文杰是06年的超女冠军 可能是形象问题 夺冠后的她发展的并不是很好 但身为复旦财女的她 早就将眼光放到了商业领域 2014年尚文杰成立黑金经纪公司 从艺人变身成为老板 开始打造优质年轻艺人 第七位 安佑琪 04年的第一届超女冠军安佑琪 真的是那种看上去美美纯纯的女生 可能自带不红体质 自出道以来压根就没红过 落魄时靠开网店维持生活 直到现在在大众心里 也没留下一心半点的影子 有些人注定就是吃娱乐圈这晚饭 而有些人离开也许是一种重生 你认为呢